畫面中可以看到公寓的頂樓陷入一片火海 火光甚至衝出屋頂 現場黑色濃煙直竄天際 消防員貨爆出動包含雲梯車 在內26輛消防車輛到現場涉水救援 由於起火房屋位於狹窄巷弄間 更增加打火弟兄的救援難度 台北市潮州街107巷的一棟建築 頂樓加蓋11號清晨5點多突然起火 消防員貨爆到場時樓頂已經全面燃燒 火車不停竄出鐵窗 鄰居看見火光噴出 還有掉落下來的建築物碎屑 全嚇了一跳 沒有 我家後面 因為它這個火苗怎麼都掉下來 所有的石塊怎麼都掉下來 對 因為它掉下來 我們一下子就燒起來了 據了解起火樓層 平常作為辦公室用途 火勢一度從5樓延燒到4樓陽台 那後續我們大約20分鐘左右 把火勢做一個控制 在大約30分鐘之後 火勢整個就把它覆滅掉了 那現場燃燒的面積 總共大約80平方公斤左右 所信經過30分鐘搶救 成功撲滅火勢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至於詳細的欺毀原因 和財務損失 將由火雕坑人員進行進一步調查 竟然存在灘燃燒的 obviamente 我們 Forsch試試試看 無關的資產 我有總共有信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